波兰官方通讯社PAP周五表示 当局已经逮捕一名华为的中国籍员工 以及一名波兰籍的网络业务专家 因他们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这起事件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争议 中国外交部回复路透询问时称 中方对此表示高度关切 要求有关国家依法公正处理有关案件 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 正当权益 PAP报道称 被捕的是华为在波兰的销售总监 他曾在中国驻格丹斯克领事馆工作 2011年被华为派到波兰负责公关工作 2017年成为华为在波兰的销售总监 同家一同被捕的波兰人 曾在波兰安全部工作 目前在法国电讯商Orange工作 报道之他能取得 包括政府通讯系统等重要资讯 BBC引述波兰 公共电视台TVP在报道中提及 被捕的中国籍华为高层 因为未经误 阴译 而被捕的波兰工程师 是曾就职于国家安全局的高官 波兰安全部门是在星期二早上 搜查两人的住所 和华为在波兰的物业 他们之后被起诉间谍罪 波兰安全部门指他们被中国情报机关工作 如果被定罪 两人可能会被判高达10年的监禁 他们两个都拒绝回应盘问 但否认控罪 中国驻波兰大使提出和两人会面 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 引述波兰安全机构负责人的话报道说 被逮捕的这两个人将被拘押三个月 BBC引述波兰公共电视台的消息称 魏京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专业 2006年起在中国驻格旦斯克领事馆工作 2011年 他被华为聘用 重新返回波兰工作 负责华为在波兰的公关事务 2017年 他成为华为波兰公司的销售经理 主要负责向公共部门销售华为产品 北京当局对华为雇员在波兰被拘捕 表示高度关注的同时 华为也发表简短声明表示 获悉了相关信息 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 对此暂时没有更多评论 华为强调 一直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合规经营 并要求所有员工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 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情报机构只称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关联 称该公司生产的设备可能存在公政府间谍使用的后门 目前还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相关指控 华为也一再予以否认 美国的批评已经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及企业进行检讨 研究是否应该继续在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 这名中国公民是就职于一家大型电子公司的商人 遭待的波兰公民则是网络业务圈内的知名人士 波兰特勤局副局长Message Wysic告诉PAP 去年12月1日 华为财务馆孟晚舟是加拿大司法部应美国要求拘捕 之后 让其保释目前正等待美国提出引渡申请 在全球高度关注中 华为遭到围剿 其间谍机构的证据也不断被披露